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教大家五个 解决iPhone过热的小技巧 上一次呢我已经有PO过一个 教大家如何查 iPhone充电循环次数的教学 下面呢就有非常多人分享 他们的循环次数 有一些人可能就非常疑惑 说自己明明就没有做什么事情 可是为什么电池健康度却下降了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自己有没有手机过热的问题 因为手机过热绝对是 锂电池的头号杀手 不过最近几大的iPhone呢 它的这个温度调节都做得非常好 比较少会有这种过热的情况 那如果你拿的是更早版本iPhone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过热的情况 首先呢如果你的iPhone一直过热的话 绝对跟你刚刚做的事情有关系 不管你是充电啊 看影片或是打游戏 所以如果过热的话呢 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暂停你刚刚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在充电的话就暂停 尤其是无线充电呢 特别会发热 那除了停止充电之外呢 你还要关闭你背景执行的App 那背景执行的意思呢 就是你虽然没有把这个App打开 但是其实你的手机还是有在执行 那怎么关闭你背景执行中的App呢 就是由下然后往右上滑 这样子 这样子它就会出现这个 你所有App的视窗嘛 然后你再把它滑掉 滑掉的话就是往上滑 它就滑掉了 像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滑掉呢 其实也不用滑掉太多个 大概滑掉三四个就够了 因为iPhone它非常聪明 在背景执行中的App 如果你太久没有使用的话 它就会自动把它关闭了 然后有一些常见会让iPhone 发烫的App 像是有Google Map啊 YouTube或者是游戏跟影片等等的App 所以如果你刚刚有使用这些App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把这个App关闭 除了关闭背景执行中的App之外呢 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查 您每一个App的耗电量 首先呢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去找到电池 在这边电池点进去 这边呢你就会看到 你所有App的耗电量百分比 然后你可以去点你最近的那个时段 例如说这边我就点这一段 它这边就会出现你这一个小时 最高耗电量App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去背景执行把它关闭 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你很少用 但是耗电量特别高的App呢 搞不好就是你发热的主音 所以除了关闭背景执行之外呢 你也可以考虑把它整个App删除 试看看这样子 有没有改善你发热的情况 那删除App的方式呢 就是你到主画面然后长按这个App 它就会出现这个删除App 然后你就点下去就可以删除了 那这样做如果还不够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重新启动你的iPhone 那重新启动的方式呢 如果是iPhone12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关机 然后再开机 关机的话呢就是右边的按钮 加上音量键的任何一个 然后长按 然后这边会出现这个关机的画面 我们就把这个bar往右滑 这样就关机了 开机的话呢就长按右边的按钮 直到出现苹果的logo 这样子就在开机中 那重新启动iPhone呢 这样可以让一些你背景执行中的App 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功能暂停 或者是移除一些bug 让它运行的更顺畅 再下一个小技巧呢 就是手动开启低耗电模式 要开启这个低耗电模式呢 我们就打开这个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就是从右上方的这个 电量的地方往下滑 就会出现这个板面 那你就去找到这个电池的符号 这个就是低耗电模式 那低耗电模式呢 就是会把一些不重要的功能先关掉 因为我们知道功能越多呢 就越容易发烫 那如果你在控制中心 没有看到这个按钮的话呢 我们就到设定里面 设定 然后去找到控制中心 在这边在一般的下面 这边呢有很多个选项 对不对 我们去找到低耗电模式 这边低耗电模式的左边有一个加号 那按这个加号之后 它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会出现在你的控制中心里面 那除了手动开启低耗电模式之外呢 iPhone在过热的时候 其实也会自动执行一些功能来保护电池 像是我自己非常有感的 就是萤幕亮度的变化 我记得我一开始 拿到这一支iPhone 12 Pro Max的时候 它时不时就会给我降低亮度 而且是非常明显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去做一些很耗电的事情 可是它就自动降低亮度了 但是后面呢可能随着iOS更新 所以他们修正了这个问题 现在比较少会出现这种 萤幕亮度突然变暗的状况 另外呢iPhone在它过热的时候 也会自动执行其他的指令 像是它会降低充电的速度啊 或停止充电 另外呢你的讯号可能会变弱 然后相机的闪光灯也会暂时被停用 再来呢下一个小技巧就是物理降温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呢 iPhone有使用保护壳的话 在它过热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把它拆下来 那拆下来呢就要小心不要有碰撞 此外呢也要避免阳光照射 然后让它吹电风扇啊 冷气什么的总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胶贵的花朵在照顾就对了 那最后一个解决过热的方法呢 就是更新你的iOS或者是APP 不过这个方法可能会比较适用于 比较新的机型 如果你是比较旧的机型的话 你可能更新反而会更耗电之类的 那怎么更新你的APP还有iOS呢 首先iOS的部分就是到设定里面的一般 这边一般 然后这边有一个软体更新 进去它就会自己显示说 你有没有最新的iOS可以下载跟安装 那我记得安装的时候 你必须要充电跟连到WiFi 它才可以更新 那更新APP的部分呢 你要到App Store 打开你的App Store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人头 然后下面你就会马上看到这个 可用的更新项目有没有 下面你就可以更新你的APP 那如果你懒得一个一个点的话 你也可以点这个全部更新 那更新完你的iOS跟APP之后呢 它们可能就可以修正你过热的问题 不过前提就是你拿的是新版本的iPhone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想说 平常明明就没有在用什么耗电的APP 可是为什么电池消耗的速度越来越快呢 那可能就是你拿的手机真的太旧了 然后因为离电池它老化速度是会加速的 所以电池容量越来越小 这件事情也是属于正常的状况 真的太严重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去换一颗电池 另外如果你的手机是在保固内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让他们检测你的手机电池 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如果你的电池健康度 真的太低的话 他们可能就可以免费帮你换电池 不过前提就是你的手机要有问题 他们才会免费帮你换 那我们今天的散热小技巧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或者是自己的散热小技巧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